今天我们是团队战 要五个人统一一起去投票 我投第二家 二 孔老师是卧底 他就是把选择权交到我们前里了 他莫莫其妙的时候感觉他慌了 如果你们认为我是卧底 那个特别攻击我的人就有可能 也是一个卧底 我认为两个人肯定有一个是卧底 我知道 我数到321 卧底向前一步走 321 没有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是冠名播出的 中国有滋味全鸡配汉堡 华莱士吃好 加入芒果TV会员 抢先看正片 遵向会员加更 上芒果TV搜有滋味同款 够节目周边领充粉福利 芒果TV搜有滋味同款 流言悄悄 悠悠藏藏藏藏 藏死一心 哎呦真的 有这种 啊天呐 真漂亮啊这个地方 哎呦今天在船上 哇我也变成江南美女了 老公来 嗨 嗨 哦 嗨 吴欣 哎呀快来 就坐 看看看看 看看 吴欣妹妹坐这里吧 好的 老公今天很美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终于能够比支付好看一点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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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还会来两个新朋友 对啊 你们猜一下会是谁 呃 你还希望谁来 哈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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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哎呦 原来是大老师 哎呦哎呦 没头会见 没头会见 哈喽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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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公灵哪 这个哪 这个 哈哈哈哈 公灵 哈哈哈哈 是是是哎呦 哎呦 我来 我来 哎呦 来坐坐坐 老师们坐坐坐 都跟自个家一样 有你在今天就热闹了 哎呦 喂 呦 怎么 帅啊 哈哈哈哈 你知道他是谁吗 我支付宝吗 支付 支付老师 AKA 扑扑 越南来的大美女 大美女 我知道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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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美女 AKA扑 越南 拉美 越南 拉美 对 南西高 对 南西高 哈喽 都来了 都来了 哈喽 天呐 我们的小迷妹来了 迷迭 选 好久不见 哎呦 妈 你们也太好了 我们是 迷迭 蜜 蜈蜈蜀 蜈蜀 哎呦喂 风情万种 哈哈哈哈 来坐坐坐 来坐 开船喽 好漂亮啊真的 哇 好棒 扬州 东靠黄海 夹于长江淮河 两江之间 古时候是一个经营盐丝绸的重镇 工商活动频繁 正因为这样的地理位置 以及它的城市定位 使得扬州有着丰富的饮食文化基础 扬州是淮阳菜的主要发源地 美食以清淡鲜美 选料烤灸为特色 深受国内外游客的喜爱 这里不仅是韬客的圣地 更是旅游者们的不二之选 就是一个非常适合生活的地方 对 我觉得很宜居很好 我是没来过扬州 不可能 真的没有 商演 您是商演之神没有了吗 来扬州没来过 没有来过吗 没有来过 我们都没有 他也没来过 多接点活好吗 就是来这个 看来你来的最多 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扬州有啥特色 扬州这边是玉亮城 什么 月亮城 为什么叫月亮城 这边有个古诗 那个诗大概意思 然后就是说 如果全世界的月亮 有三分的话 这边就占了两分 因为这边的月色非常之美 而且李白在扬州很多年 然后他写了静涅丝 庄千名 问一下你开关在哪儿 我能给关了吗 我在这儿 待会你摁我摇牙 我就过去就关上了 智福 智福 你对他有什么感觉 第一次见吗 你能说一点慢 慢一点 慢一点 因为我的翻译不能翻译 因为你太快 我们唱歌都不听自己的声音 我们要用意念唱歌 我感觉你说话 就是用意念在说话 你根本就听不见你的声音 你一直都在不停地说 所以你不停地说了以后 我们也听不到自己的声音 对 观众朋友们 没事 好 真好 一般人都在讲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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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 一般一般都在唱一讲 对 明明心里全懂 我都在说 让我看你听到一行 所有 MAT的都不停 而言 这姑娘 她假装她听不懂 她听不懂 她说位 柯 明明心里全懂 她听的北京话特别棒 我问一些 就是一直说 一嘴惊片子 但是就把这个节目一直装 我偷 对不起 我偷 别翻译了 该翻译 翻译 那翻译怎么回事 你别老瞎翻译 我懂 everything 吓死了 大家好 欢迎各位食客团 来到咱们的扬州 美女来了 扬州的美食代表 首推就是早茶 眼前的船上 已经为各位准备好了 扬州的特色早茶 扬州百年老店野春 所研制的红楼早宴 天哪 是跟《红楼梦》里面的 那些写的都有关 对 像剁得多么的精致 每一个 每一道菜 大家看到这个上面的菜品 这边是姥姥鸽蛋 姥姥鸽蛋 鸽子蛋吗 对 它是出自《红楼梦》 第四十回 当时姥姥把这个鸽蛋 认成了鸡蛋 还有就是她在拿筷子 去夹它的时候 夹不住 然后滑出去了 出了一个笑话 然后大家顾名为姥姥鸽蛋 可以尝一尝 可以尝一尝 别夹出去了 试一试 不是很好夹 夹呀 不得不得 不是啊 哇 哎呦 夹得真好 哎呦喂 刘姥姥看见你非得 非得 非得驾了不可 这是像鸡蛋 对啊 它说像鸡蛋一样的 就是鸡蛋 鸡蛋 鸡蛋 纹丝豆腐 这个超级有名 这个是翡翠烧麦 这个翡翠烧麦是我们扬州人早茶中的翘土 各位想吃一下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如意锁片 因为这个样子特别像那个贾宝玉身上所带的如意锁片 爱君酥 这个是贾母最喜欢的一道点心 那里面是肉 金钗银丝 又名烫干丝 这是他这儿最有名的 哇 这个让我想起了 绿变山原 波满川 江南美景 宋代翁卷的田园诗 绿变山园 哇 好看 这太漂亮了 寿西湖 那儿一个可以听了吗 有 有 有 没有吗 这还有荷花池 好漂亮 真的 今天我们来了两位新的飞行时刻 所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节目的新规则 好 我们节目从本站开始推理升级 进入到了推理团体赛阶段 最终投票需要时刻团统一决定 哪一家店铺是节目组设计的 给出一个唯一答案 当然 影当中依然有一位卧底时刻 会影响各位的选择 新姐推理好厉害了 你 你 你彼此彼此 亚瑟很细致的 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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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四次都赢 你厉害啊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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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本站我们将探访哪三家店铺呢 全机配汉堡 华莱士吃好 请各位打开面前的华莱士宝箱 解锁本站的滋味关键词 开启《寻味之旅》吧 好 食客团本期来到扬州 扬州的三家餐厅分别为 一家两面三刀的餐厅 一家可以吃到古籍味道的餐厅 一家独一无二的餐厅 你们需要发挥聪明才智 燃烧推理大脑 辨别出究竟哪家才是节目组设计的餐厅 花式吃拳机七天不重样 中国华莱士有辞有味 吃便美味 好吃啊 出发 扬州我们来了 去菜餐厅了 来 到了朋友了 下车 在哪里 不会就是这儿吧 刚开始见对不对 好真实 在这儿开始见 这就是老城三面馆吧 是不是 这是老城三面馆吗 开始见了吗 不是这儿 没有 他在单独做效果 对 他在做效果 幽默 对 老城 怎么样 这小 小年 叫什么名来着 这儿呢 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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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意子 这儿 你看 这儿 三把刀 老城香面馆 这门口放上的菜刀 新的 新的 看 材道 这不是新写的 还真是 这感觉是做酒 不是真酒 是吧 对吧 来 走 走 里边请 其实这面馆看着挺像样的 还真是 好有特点 这都是各种刀 对 所以看来扬州的刀很好 这简直太好看了 我想买把简直回去 这好好看 餐馆怎么会放刀呢 但是她的门口的那个标识就是刀 但是这说不定是卖刀的 卖刀 是吧 这个 锄刀 剃头刀 剃脚刀 对 扬州三把刀 站在哪儿都像新的 两内三刀就这意思 三把刀 少女们 我发现了 什么 她们就露馅了 怎么 你看这张画画得非常的对 对不对 对啊 但是这个小人是新画的 非常的不搭 自个儿瞎画一小人 哦 你看这个小人 画的什么样 人家节目组不会专门给你画个人 你看 是不是老侦探人 对不对 能不能提出点高级的那种点 往往就是这种最缺心眼的点 它就是对的 我给你们说 这家店一定是工作人员装修的 为什么 为什么呢 你说说 首先第一 这个所有的灯 这些灯全都是节目组设置的 如果装修一家店的话 你把这些线露出来 好看 不 这家店如果是真实存在的 然后它为了拍摄方便 他弄一下这个灯 这个是算的 不是 这些东西如果关到的话 没有这些灯的情况下 就靠四散黑色的灯 是不可能开店的 它不够亮 您是没买过这种灯 这种灯巨亮 我们家晃瞎了眼 然后这一看 这个就是重新盯上去的灯 这个灯太新了 灯吗 是灯吗 那有可能把它原来的拆掉 找这里的灯的开关 你那么喜欢灯 你是动剧场的吗 你是 有灯 对 它有这种 它旁边有埋这个灯线 它这个灯这个位置 它一看就重新弄的 亚瑟 亚瑟你以前开过 你好喜欢灯 你开过 因为我告诉 还有 这个上面这个东西 这些 这时候重新搭过来的 这就跟那个在横店拍戏一样 这一看就是道具之景 这是塑料的 咱们 但不排除 我跟你说亚瑟 节目组它有可能 会把以前的灯掉 因为我不是 节目组 很容易 很容易让你看出来的 多半都不是 但是您说的是非常的对 这个就是看哪儿都是新的 你这个观察点 你这个观察点 你说 之前他们来设计 因为他们来在 最后来 我认为 计划是太清理 好 如果我看它是清理 很清理 所以现在 他们知道 他们知道了 新的 太清理 所以她觉得节目组 知道了她这个观察点 对 然后她就用这些来混淆她 我跟你们说 又咋了 挺聪明 你们自己制得挺好 直接吃饭 对 还真是 我跟你们说 一家面馆跟这刀没关系 快吃饭吧 亚瑟要拆店了 这家店肯定是短组设计的 老板来了 为什么设计我们 为什么要设计我们 这又不是你的店 是不是 是我的店 是你的店吗 是的 不可能 真的 你不可能 不要一来就跟嘉宾吵架 来 坐 对人老板好点 大家好 我是吴小斌 经营三刀的五刀 我经营了一家 两面三刀的餐厅 叫老橙香面馆 我地里面 既有扬州的三把刀 亦有扬州两种传统的面 叫扬州面 脚面 卖面又卖刀 各位时刻 你们觉得我的老橙香面馆 是真的吗 您这家店很新 对 为什么 这个店我们开的时间不长 才一年多 一年 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懂灯吗 我不懂灯 你不懂灯 来 我们给你讲讲 这个店里为什么只有四个灯 这个灯他们都是与弄的 不是我弄的 不是我弄的 他们这位拍摄吧好像是 就本身的店里没有灯 是个很 有灯 是个 我们除了都有灯 拉走了对吧 有大的灯 你看 完了 你看 你为什么会在门口放一把这样的刀 对 这个刀也是我们洋泽当地的特色 因为洋泽的三把刀 除刀就是代表我们洋泽的淮洋菜 知道吗 我们用的洋泽大街小巷子 都有这个面条 洋泽面是我们洋泽当地的特色 在洋泽 就是面讲的刀工 你刀工是不是应该是很棒 刀工 我看看手指头是真的吗 因为常年用刀的人 手一定会受过轻伤 手指头是真的吗 真的 没有修过吗 没有 没有修过就好了 那你会做这个面是多长时间了 会做 那做很久了 因为我在学徒的时候 跟我师父学的时候 我们师父就这样教的 你师父谁 我师父老师 我们师父姓王 你跟我笑说什么 一个编的 叫王什么 他叫王什么 什么 王伟 人家叫王伟 王伟 你们这个人都存在 就在我们洋泽当地的我的师父 知道吧 我们先得要洋泽面 来一碗面我们听着 我们吃什么 给我们来一碗面 给我来一个就是你那卖最好的 就一样咬一点 对 你们可以来看一下我做面条 走去看看 当然要看了 那去呀 真的做 这是啥面 现在做啥面 这是我们擀面条 当时你跟李伟学的这个 王 王伟 我师父 这事应该是 记得住 那没准 这和面其实没什么可看的 就是看他这个刀工最重要 我说说要擀皮都差不多 来了 动物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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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准备 好细 好细 这可是比我爸厉害 这个好细 这个面 这需要功夫 这需要功夫了 夸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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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了一个厨师 我看人家是有刀工有着蒙着脸切的 你可以吗 我没有切过 但可以尝试 别 今天别尝试 今天别尝试 但是我想说的是说一个普通的就是说切面非常有技巧的人 但是说话上节目 非常的自信 要不然第一次上节目这么多人拍着他 而且你们这么美 不是 但是也有很开朗大方的老板 但是拍节目他也多少 这是你第一次参加节目吗 他条理很清晰 第一次 第一次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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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皮子 你这个到底为什么在这 你是牛魔王吗 牛魔王吗 那个东西是不是套学的 没有 他这个好像在那儿不习惯 你往下一点 那哥嘴在那儿 对 对 那是哥下巴 你看 他哥都哥错了 看来 他是专业厨师吗 不是专业厨师 王伟老师会很伤心 不是 我工作的时候他就往上移 你切东西的时候在这里冻哪儿 移是你想说吗 不可能 我觉得你是个演员 对 我是演员 你演员 演员还可以 你们有没有记嘴的东西 因为这 亚瑟很细致的 在这看着你 香菜 什么都吃 我们都吃 这酱油 这是我们熬制的酱油 自己熬的 没有什么 我们不要跟他聊天了 你就认真做吧 行 可以 我们先回来 琢磨琢磨 来我们来 我们开个会 我们今天是集体派 好 我觉得这个人设计 你感觉还是漏洞百出是吗 你知道照他这个速度做面 那早餐都忙不过来 就他这个调调料这个 你们去吃过早餐的 那早餐的调料 他们是不会去拿调料去 去给每一个碗下的东西的 他基本都不看 对 是这样去弄调料的 是吧 道理 因为他切那面 我觉得会这招的人 这边人特别多 就跟我爸在北京 他也会做炸脚面 是一样的 会这招的人 家里也是还是会做饭的 对 那你们俩的答案是 这到底是设计的 还是不是设计的 设计 你觉得是设计的 这个人说话实在太通顺了 但是吧 你想他是开这种 等于说是小吃店吗 对 那每天他就得要跟大家交流 他很少见到 见到这么多姐姐们在一起 而且摄像机 他居然就这么的放松 你忘了吗 这要通过筛选 他不说话 他上不了 我们这边主要是看 对吧 但是这个人呢 如果他不是真的一个店 他一定能看到我 所以你意思是吴欣是卧底 那就是这样的 因为每个人说 这个设计 他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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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的还是挺多 那只能是王伟的问题 王伟 教的就是曼公出席活 对 来来来 杨春面 来来来 糠面 你这个不错 还有馄饨 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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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几好的腐味性 而他汤中所放的酱油 更是洋春面的精华所在 现在 先取本地荷虾的虾子 炒干 加入 黄豆酱油 同时 加入不同种类的蔬菜 熬煮三个小时 蔬子和蔬菜 在酱油中融合 达到鲜香翻倍的提升 这样一道热气腾腾的阳春面 足以唤醒扬州人清晨的睡意 开启朝气蓬勃的一天 哇 阳春面 这个面是很好吃的 而且它手感的那个筋道是有的 就真的我能吃这个面 能感觉到它刚才切和揉的那个劲 这个面挺劲道的 对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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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吃 这个面挺劲道的 真的好吃 好辣 但是这个阳春面它讲着硬而不生 然后软而不赖 是的 它主要讲的是一个嚼劲 是的 我觉得这个嚼劲是真有很筋的 真的能够吃出这个弹性 就是硬硬的很有自己的脾气 有自己的脾气就说得好 每根都不一样 它那个汤头大家可以试一下 非常的清新 然后会有一种把你唤醒一天的那个感觉 还说它特地调的 没想到看起来似乎很简单的阳春面 我原来也是觉得这里面啥也没有 有什么可吃的也没调料 但吃出来味道还好 但是这么说起来就感觉又是真的了 你看是不是 因为它太简单了 对不对 就感觉这人反正学就能会 我们想想你早餐 你那个这种小摊它不就是这样吗 所以无从判断从这个方面 来 想想有什么问题 问一下王伟 人不叫王伟 但是不能帮助师傅 多点 好 为什么要就是说设计这个店 设计这个店 我看这个店 我设计这个店干嘛 我转过来就这样子 我们有改变过 为了降低成本 因为我们做面条 本来其实累得很 这以前卖什么的 之前卖的我不知道 疯了 你排一个店 你补点以前干什么的 不是 因为我们开小面馆 只要放几个桌子就行 只要你们干干净净的 就这么简单 知道吗 其实有道理 因为你到我们养的大街小汉子 就是这样子 就放几个桌子 就可以卖面条了 这个倒是 老板一般一碗面是几两 这两是二两左右 二两左右 它没有固定的 就随意 随意 现在就是有的人要多一点 有的人少少一点 那怎么行呢 同样都是六块 你什么我多一点你少一点 如果在这个上面 在这个上面怎么解释 因为我们下面条就是很随意的 它可以多一点可以少一点 什么叫随意 人家花钱随意 我给你五块给你八块都一样 对不对 平时那边六块 你也听我们扬这个上面条的 我们顾客来了 面条多一点 好 面条少一点 我们就是这种状态 但是钱价格一样 价格都一样 他一点次少 一点次多 如果他不说的话 我们就正常 就是六块钱 然后我来说老板给我四两 也行 四两太过分了 可以 可以 因为我们做的都是当地人 就是各位邻居的生意 对我们都是熟人 你为什么背这些背这么熟 你感觉就是感觉说什么 就马上就 我真的生怕忘 我就是这样 平时我就是这个样子 你能回答越南人的问题吗 可以吗 来吧 那么开始吧 来 少许问他几个问题 你跟李伟学东西的时候 你给我师父点名字 我师父叫黄伟 黄伟 黄伟 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我师父叫了我很多东西 其实包括面条 因为我们做面条 为什么讲的 为什么是手工 为什么不激气化 因为我手工感的面 能感到它的温度 湿度 还有它的舌感 它的硬度 它的口感都有讲究的 知道吗 非常好吃 那是不是 那是不是 其实每个行业 好像就是带自己入门的师父 都很重要 对 我们做厨师就是将来的 处得人品 对 我要把我该做的东西做好 肯定跟你说处得就是什么 要对师娘好 师娘生了多少 我问了话 你问了这个师娘的生意 我真不知道 真不知道 你跟你师父关系 感情好吗 感情还可以 你看刘伟 王伟 我没记住 没错 然后呢 你这个人真的是 我就不能骂了师父 不能给我师父改美好 所以你一直说师父就是教你怎么 就是处得或者什么的 你有没有印象最深的师父教你的 对你影响最大的 我们师父看的第一是人品 你的人力不行 那名堂的都不会教你的 做人 所以做任何东西讲究的是品质 味道它的降薪群层 对 这就是最关键的 做人第一到说得很好 其实他这些圆的都挺好 说得是真好 你挺能唠嗑的 我没想到 这么能说 我们都是问一个问题 他回答十几句 对 你太能唠了 你师父陈伟是有说评书的吗 王武艺好不好 可以 我记得 可以 好了 谢谢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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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轻快乐 你还是怀疑一下 但是亚瑟我想问你 如果到下一家店 你还是很怀疑那怎么办 每一家店我都先怀疑 你就先怀疑一下 也可能就是亚瑟老师的今天的战略 他是卧底 他怀疑所有东西 他怀疑所有东西 下一站出发 吴欣 你觉得什么 我认为男人和故事是真实的 但是餐厅 这个王伟 这个事应该是真的 对 用刘伟 王伟 陈伟 李伟 都骗好一回了 而且他提到师傅 那个眼神里 那个光芒是真的 其实每个行业 好像就是带自己入门的师傅 都很重要 对 我们做厨师就是将来的 厨德人品 对 我要把我该做的东西做好 那种崇拜感是骗不了人的 他下面的那个速度跟他那个 但是因为你知道他那个菜太简单了 刚才那个并不像一个说一定要多会做饭的一个人 就家庭的人好像都能做这事 不好说 那看下一家吧 那下一家有没有值得相信的 一家可以吃到古籍里被叫到的餐厅 到底要怎么吃鸡 老公教你怎么吃鸡 花来是群鸡怎么吃 大口吃 四开吃 花来是群鸡怎么吃 咸得多吃 好吃 花来是群鸡怎么吃 沾腔吃 配饱吃 花来是群鸡怎么吃 怎么吃都好吃 花是吃全鸡七天不成样 全鸡配汉堡 华来是吃好 今天我们这个餐厅是一家古迹的餐厅 这应该是他们的老城区 这大胖毛 肥猫 为什么他们在这里有一个餐厅 这就是选的有点意思 这个也怎么也像假的 谁要开到这里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 你看哪个都像假的 然后最后你要选的时候 你就觉得哪个都是真的 从这边这小巷子进去 对 这是想不想让人来 开到这儿 我觉得这下爹也像假的了 你不过来这个餐厅的人 是有多不饿 这一般饿的都锁不了这么深 这叫酒香不怕 巷子深 好像不太欢迎 大家要来回转来 现在老板有点个性 古迹也正来的 你看 人家是鉴于清代 坐北朝南新扬州园林运动中的 杰出代表之一 也特别美 杨猪园林我们可以来看看 但是它怎么可能是饭馆呢 妈呀 可是有点好看 花竹和气 天哪 还有小桥 大胖鱼 有蜜 太厉害了 这里面好漂亮 这才是这种园林 是吧 这家庭院 坐在这儿马上都不一样了 好漂亮 好漂亮 我喜欢这一道 吃嘛 可怜 是软的吗 好吃 就这扁桃最好吃的 你们就开吃了 我这个桃具好吃 绝好吃 是不是特别好吃 我说这个桃具好吃 为什么这个桃具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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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如果是才好吃 这餐厅的话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他肯定得来这儿闲人雅客 然后再来这儿吃 喝点茶 吃点东西 但是这个茶社算餐厅 对不对 有可能是喝茶吃点心 有可能 我老板来了 老板 欢迎各位 大家好 我叫刘文萍 我的餐厅叫太寒春 我们店主要挖掘研究 传统工艺的华洋菜 扬州菜是文人菜 要求滋味醇合 保持食材本味 我们餐厅很多菜品的样式 和制作方法 都是在古籍菜谱中复刻出来的 各位时刻 你们觉得我的太寒春餐厅是真的吗 老板洗了吗这东西 洗了 你看一眼 这叫看盘 看盘 它主要是观赏为主 这白法是有讲究的 这个是一个陶山 这叫五福捧兽 这个绿的代表翡翠 这个金丝藻代表琥珀 这个板栗代表黄金 这个代表蜜蜡 这代表白玉 玉 白玉 所以说就是五种吉祥如意地 拱着这个 好 长盛 长盛 这就是雕七工艺 它就是刷了上百到七 然后每刷一到 就应该好多天 再刷 这可能要花个一年至三年时间 您本人就是很喜欢这种 老物件的东西 对 听完我就完全相信老板了 他特别像个老板在招待我们 他给我们接成每个东西 他都特别了解 那我们还是想问您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您知道王伟是谁吗 那你们这间换店都是怎么点餐 不能点餐 都是安排的 您只开了一家店吗 对我只开了一家店 因为我这边都是亲力亲为 你自己做饭 你做饭 你自己做饭 你自己做饭 对 我们在传统来说叫廉家店 家和店是连在一起的 这个经营上面就比较灵活 然后我去做饭 好的 好嘞 谢谢 来吧 我们吃饭吧 这菜清除到这个程度吗 好漂亮 这是小叠小块的 我饿了 你又饿了吗 帮您加点水净手用的 那为什么里面有一道菊花呢 菊花洗手了以后可以清新 真的 我没有享受过这种 我们扬州老早 这个有个灯笼 上面叫菊花香糖 菊花香糖 就洗完手之后 手上有菊花香 有一种淡淡的菊花香 我以为菜又来了 这叫热菜冷的 冷吃狮子头 火 冷吃狮子头这道菜 首先选肉就有讲究 一定要选碗南花猪 其中肥肉要切16米大小 瘦肉要切黄豆米大小 肥瘦比例相当于是3比7左右 所谓的糯就是有一个胶质 一个是绿豆胶 还有一个就是皮胶 蒸好了再回蒸一下 回蒸一下进冰箱 再浇绿豆汁 哇 So many工夫 哎呀 我一定要吃这个 现在您跟我们聊天 谁跟我们做饭呀 太香了 它有一点点那种绿豆的清香味在里面 反正那个肉是非常细的 它这个是很糯的那种 对 还真是软 味道鲜美 我真的第一次吃这样的狮子头 这个真的合股 然后它这个绿色的菜是野芹菜 没错 我们这个是以野芹菜作为打底的 在口味上面呢 它可以中和我们这个冷吃狮子头的油腻感 是的 它可以去出油腻感 去出油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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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的厨师来了 太好了 这个特别好 你让我们期待一下这道 这个淮阳名菜 叫鸡火干丝 鸡火干丝 实际上是一道考验刀工的美食 扬州三把刀当中最著名的就是锄刀 刀法刀工的精湛自不必细说 它可以把鸡肉 火腿 豆腐干切得非常细 这种细致的刀法 能够让食材充分地与高汤进行结合 所以切好预制好的食材 经过高汤的酸汤 美味非常 吃各种食材的精华融为一体 这是养生菜呀这个 营养丰富 活到一百岁的一个汤 来 你们先品尝 先吃 来来来来 鸡肉 很营养的 关制这切得太细腻了 这个是老板呢 一点一点 一刀一刀切出来的 这也是我们滑洋菜刀工的一个斩馅 这个汤汁特别的醇厚 但它这里面因为食材很多 所以它会有肉跟豆腐丝融合的味道 在里面 层次很丰富 这种菜品的就是细的 对 I like this 这道菜又来了 这是什么呀 老板 这道菜叫白玉京的火 我们现在是六月黄的螃蟹 和虾仁蟹油炒的 看上去相当不错 打扰一下 接一下桌子 就是现在的鸽蛋 这道汤叫清汤素翅 刺毛善酿 这个看上就是我爱吃的 这道菜叫莲蓬豆腐 这是藕一样的好漂亮 其实是用豆腐做的 因为咱们花样菜是文人菜 吃莲蓬不见莲蓬 文人就是吃什么不见什么 就是说你要隐藏起来 对 人家有讲究 讲究 试一试 好吃吧 入口计划 所以说这事业上不存在什么东西 雕食 只有做的不好吃的东西 我从来不是鲜鱼 真的吗 这做的好吃 现在你爱吃吗 我都没吃过 这个我就爱吃 对 我居然能吃鲜鱼了 好好吃 这个好吃 主要是将来美食 它这个刀工 口味 就是细致得不得了 感觉每一道菜都需要非常有耐心 才能做得出来 这一点是特别难得的 真的 其实咱们淮阳菜用到的食材 都是生活当中稀疏平常的 功夫画在什么地方呢 之前的处理上面 然后 因为它这个追求的是食物的本味 口味又清淡 味道又比较丰富 所以说也深受到了咱们老百姓 跟国外朋友的喜欢 其实是很有仪式感的 然后会让客人觉得自己备受尊重 这个吃饭的心情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说要谈到咱们中国的这个饮食文化 华阳菜一定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个对的 那是 你这么懂你怎么不做 就是我怕油 我怕油 你怕油 你怕油 那你哥们wink一个你就不怕油了 你就这样 你就是这样 好油 来来来谢谢 干杯吧 Let's try Cheers Party people 好喝 这如果节目不带我们来 我们自己也来很难找得到 对 而且我真的觉得参加这个节目特别好 可以吃到这么多好吃的 了解这么多我们 而且是不同的种类 他还给你讲解 我们还在特别特别的地位 人生在于体验 龚老师你看 现在咱们都吃这么高兴赞不绝口 他们就肯定就没有任何一点了 我觉得这个餐厅是很真的 因为它是很有可能的这种情况 我觉得是真的 如果它很 就是每天能订出去的话 它这个成本是能挣回来的 是的 其实从经营来说是可以的 我个人觉得 它更像是两个好朋友招待自己好朋友过来 没事就是家宴 它不一定是对外营业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它的那个服务的这个东西又很专业 我观察过 不好意思我要摆一下菜的位置 好的 你给我讲究 是的 你好 我帮你加点茶 不好意思 帮我拿一下那个小鸡 就是它的服务意识是很强的 它应该不是说第一天能练出来这样的 对 就为了他们俩 一个人比如真的会做饭 一个人特别会服务 让他们传承这个局 我觉得有点像 这是我的怀疑的点 你的想法是非常对的 但是你身为一个握体 有这点的想法 也是非常正常的 我觉得 我们破案了 你是哪个服务公司在 你是不是自个儿有电 我没有 你肯定的 你或者是在杭州哪个餐饮集团 那你是负责总管的那种 也有可能 没有 其实这个是生活里面 要细心的观察 我们平时的时候 有享受过别人给我们的服务 那我们今天也要把这份服务的热情 传递给夏平 他就说话显得我特别不懂事一样 就是说 我怎么从来没有这种想法 所以你还是干一孩爱一孩 你肯定是会服务 谢谢 认了是吗 我们的厨师来了 先给大家 尝口 新鲜的吧 新鲜的 新鲜的连同 对 这个是要干嘛 有什么寓意啊 就是吃完了以后 听口的 很嫩 很甜 各位时刻 扬州的传统错背 也名扬天下 是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扬州的中式按摩手法 更是以敲打拍柔出名 今天特意给大家安排了 扬州特色体验项目 让大家感受一下 扬州人生活中的介意 可以在这里敲背 今天的挑战任务为集体挑战 为了让大家更了解 我们传统中医中的穴位 按摩师将依次按摩 各位时刻身上特定的穴位 五位时刻忍痛时长 累计超过100秒 即可挑战成功 100秒 你们谁比较能耐痛 主要是看他按哪个穴位 是吗 来 我来计时 分屏浏览 然后再按这个 OK 现在就是这样 我来感受一下 哪个穴位 风驰穴 风驰穴是干嘛的了 喉 这个挺疼的 反正往上这么着顶你 顶这个这个 反正舒服 先字接词 3 2 1 风驰穴 走你 疼不疼 怎么样 好像也还好他 他很享受 这风驰穴往上这么顶 不 这样一直 那不急 不 不 没关系 停 永远停 还是停 停 停 好 23秒 感觉怎么样 还是疼吗 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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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晕过去来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上头 很好 助眠 很疼 我能忍是因为我不想说话了 因为超疼 其实你在忍是吗 真的很疼 一下就上去了 一下就上去了 不行 我有点怕 来 师傅 1 2 3 开始 2秒就够了 我跟你说上头 2秒钟已经够了 5秒了 7秒了 你喊停 停 10秒了 12秒 你不用耗强 10秒了 15秒 不要耗强 10秒了 12秒了 15秒 这么疼 太疼了 太疼了 舒服 太疼了 老许 留对手 就算从那么美 谢谢你点凤梧吧 好的 老师请让我醒脑 3 2 1走 我的天啊 无心用了 1秒 1秒就已经 出现了 1秒 1秒 真的醒了 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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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倒得像同流 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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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倒得像同流 1秒 1秒 每一个都是1秒 5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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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的转 大老师 没有必要 你试一下 我也是1秒 这么着 我自个儿叫 我自个儿记 好不好 来 那么我们 3 2 1 开始 你可以 你这儿不怕疼 不疼吗 不就是罚麦吗 我心脏是很强大的 医生说过一个很强大的心脏 你的心脏肯定 但是你也不要太过分好吗 忍好久了 15秒 15秒可以 最后一个 好 上 准备了吗 天同学 瞅着正着过脊椎 请 3 2 1 开始 你看没事 感觉还行 没事 现在已经5秒钟过去了 老师可以加力了 稍微温柔 但是同时要加力 看他受不了 受不了 龚老师一个人就能100秒 对 你是不是因为手手软 不是 你不敢那个时间 他承受力比较强 说明他身体特别好 说明我龚老师身体身体特别好 1分10秒了 好 好 停 现在已经1分10秒了 好 赢了 谢谢老师 辛苦了 谢谢老师 谢谢 太棒了 感谢 谢谢师傅 谢谢少师傅 谢谢 太棒了 牙刺 好 你享受一下织肤的 肺部按摩 你怎么办 多少钱 便宜 便宜 好 便宜给你 来 真的 怎么 老型了 不 酸痛 自己 不专业 你做的好想 美女给你按摩 美女 是我们千里飘香的香 不专业 好好享受一下 快 不专业 舒服 晚上八点半 不会有这样的 舒服 嗯 谢谢 谢谢 这个空心拳 没什么声音 没什么声音 这个有声音 好厉害 我真的特别感谢 你做这一桌菜那么好吃 然后我们的师傅 锤背那么好 让我感觉到 每一种文化 哪怕是服务行业 都可以做得那么的精细 那么的高级 谢谢刘老板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 太棒了 谢谢刘老板 谢谢 谢谢 下一站出发 走 走 走 你觉得第二个有什么怀疑 第二个太真了 太真了 嗯 就感觉从头到尾 它全是真的 对啊 吴馨你也提不出第二个 有什么 我只是会 我只是会想说 有可能第二个的老板 可能就是在这儿 招待朋友的 嗯 对 就是这么假事 一是假的 好吗 我们就相信自己 我们对自个儿好一点 我会等到第三个 可能第三个是第三个 就一是假的 好不好 就一是假的 因为一就是假的 我们就觉得我们特别厉害 我们还没看第三个呢 不看了 第二 第一个就是假的 莫迪 还要觉得我是莫迪 然后那个 莫迪 那我们要是怀疑你呢 怀疑我什么呀 莫迪啊 因为你最后演了 我今后长那个样 能显了什么呀 不惜用辱骂自己的方式 来摘清嫌疑 你也不要看我 我们来揣摩一下 如果谁是卧底的话 她是肯爱说话 还是她不爱说话 她还是会紧张 最后艾拉是卧底 他说得太多了 嗯 但是她什么时候都说得多 所以啊 对 也是一样 那吴欣呢 你觉得这两个 哪个更值得欢迎 我不知道 我现在无法做判断 我必须要看完第三个 第三个 嗯 对 看第三个再说 咱们学起三个就来看看去吧 反正现在 现在着这么急 难为我们自己干嘛呀 来吧 哇 你家赌一 med 一 med 一 med 哎 赌一 med 还挺能不能这个 这个地儿就是文艺青年的那种东西 好有自己的调调 我喜欢这家店 这里边是什么 里边还有几桌 我喜欢这个餐厅的摆设和布置 我觉得这个店真的 这个地儿非常地像湖南卫视做出来的观察室 他就是 做的观察室就是这样的 只有那几桌吗 真的 这每家店都这么无欲无求吗 就这几张桌子 我感觉这个是咖啡店 你们来看看这个套餐的名字 盐湖夏河 当季当令同趣味儿童套餐 这个很敷衍的 他们有什么 我不知道 因为他没有写清楚是什么菜 他只写了一些名字 首先 这是一阳二亿 对 没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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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你说 这是个密室逃脱 就是你猜不出来的话 那门已经锁了 现在抽不去 一阳二亿是四川 一阳千玺 什么 这叫童餐厅 然后 这不是妈妈菜 童趣味 但是他为什么 还卖酒 那边可以自个儿调 可以自己调饮料 意大利奶酪系列 法式 但是 我觉得这个菜馆很有问题 儿童套餐 怎么能在这儿都是喝酒的呢 我觉得这不对 我觉得这个很有嫌疑 大家好 欢迎各位食客台来到扬州 大家好 我是童伟 是扬州同餐厅的主女人 我们餐厅主打的是一个 以淮阳菜打笔的创意的融合餐厅 我们主导的是一个预约制的 一人食的定食 我们能主导的理念 是希望大家可以更好的 去好好的吃一顿饭 即使身边没有别人 也有我们自己 那么各位食客 你们觉得我的同餐厅是真的吗 我来给大家泡点茶 就你一人给大家调的 好喝的 也没有 就是我儿子有的时候来帮忙 开多久了 我们是三月份开始有点对外吧 很新的 这个店都是很新的 对 所以搞得你都昏了 迷惑了 那这个店的生意怎么样 我们因为刚开业 然后我们自己也没有觉得做得特别那个 那这个餐厅的特色是什么呢 因为我有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经常在外面 而且我身边的朋友就感觉哪怕他们有很多朋友 但是他们也有想一个人待着的时候 我觉得我可不可以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吃个饭 然后又不需要那么复杂的社交那种 我就是觉得自己要对自己好一点 就是先学会爱自己 先学会做自己 其实你的概念就是那个一人时的概念 对吗 对 我就觉得在做自己的状态里面还是稍稍放空一点 对 这个设想特别好 因为我们总是在去一堆交友吧 就感觉我们如果不开党是我们错了一样 对 对不对 其实这个世界应该 哪都有应该被接受的族群 就是我们就不想跟别人聊天怎么了 我就不能自个人待会儿吗 对 这个想法特别浪 你叫我迷你的 你迷我 哎呀 迷你 他迷你 别憋着了 他跟笑已经都 哎呀 我言识了 所以套餐就是都是安慰收钱 对 您做吗 我有一个朋友是做厨师的 他不会是开了个面馆吧 不是 他不是在那个城楼那开面馆 那您这十 那这个十二十二妈妈菜是什么东西 这什么不是十二 这一回一的一 回一的一 我十二 四十二 四十二妈妈妈菜是什么东西 一妈妈菜就是我们扬州 家庭会经常做的 就妈妈会做的 妈妈做的羊粥菜 淮羊菜 淮羊菜 你说 你卖酒 卖酒 这几点关 我们基本上现在是十点半就不接客 因为它是销售的 所以为什么很早 我明白了 就是卖酒的地方 其实他反而十点半是刚开始营业 对吧 他是从十点半开始不赢 就是开始不那个 还是说您也不知道你在干嘛 就是 就是 因为你现在非常混淆各种概念 还是说其实这里是设计的 但是你看到了你追死的大老师 你又觉得不忍骗 他为了我设计 他为了我设计这样一个餐厅 他面对你 他没有办法说设计这个事 但他其实又是设计 所以他现在很心虚 没有 我还挺淡然的 那我给大家准备一下 咱们随意再做一做 感谢你哦 现在我们要做一个 谁的食物不一样的互动游戏 食盒中有一人的食物和其他人的不同 然后根据食盒中的图片 描述食盒中的食物 根据描述 找出食物和大家不一样的那个人 我们让支付先说 我们要多形容一下 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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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 好的 黄色 我的这个 我的这个 有点浅味 特别的浅潮 浅潮 特别的浅潮 我知道了 嘎嘎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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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脆的 大家觉得谁的不一样 无心 好 恭喜大家找出了不一样的餐食 真是我吗 对 正确答案是 蜜枝手扒鸡 华莱士蜜枝手扒鸡 华莱士蜜枝手扒鸡 畅销至今 酱香浓郁鲜嫩多汁 吃拳鸡 还得华莱士 而无心抽到的是 华莱士的脆皮拳鸡 嘎嘎香 哇 刚刚玩游戏就想说了 华莱士好香啊 华士吃拳鸡 实现七天都不同样 蜜枝手扒鸡 可以啃着吃 撕着吃 拌饭吃 蘸酱吃 每天都去华莱士看看 有滋有味 拳鸡吃好 好 那我们就一人找个座 每个人要体会一下孤独感 孤独 就很好 如果吃饭不被别人打倒 不挺好 其实感觉是挺好的 这个讲的 但是这个地儿真的很容易 像设计出来的 太像 因为他准备的东西太简单了 只有五个 五个 正好我们五个人 所以你觉得是设计的吗 对 只有五个 设计的 而且 它的概念 说是一人石 对 一人石的装修 它有讲究的 对吧 对 你一定要有空间感 一定要有空间感 每一个 一个人吃饭的那个座位那里 都是会有充电 插电的 对 你可以方便办公 一人石最关键的是 它要有一个选择 你是否愿意把这个隔板 打开隔板 对 对 责心嘛 一人石 而且如果 我进来看到你们四个在吃饭 我感觉 尴尬 拜拜 这个地方吃饭 一个人进来会 都喝 全场的看到 对 演一下美女进来 来演一下 每个人进来感受一下 师傅进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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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进一个人大家都看他 对 对我会射头我感觉 而且这个一人石来了之后 大家也会觉得 不是说好一人石吗 如果我在这里吃饭 你也在这里吃饭 其实反而有点尴尬 对 尤其是遇到认识 大老师 吃到兴起的时候 就会有人组织说 谁愿意上来唱首歌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些话 千万不要跟那位女孩说 会伤她心的 她一直觉得她的设计很精妙 如果她要是不说她是艺人石 可能还好 可能还好一点 这艺人石不对 像设计的 这是不是太明显了吧 这个东西 我首先觉得这位少女 喜欢我这件事 除了是对的 是外事的 所有的都有问题 就是这个姑娘 她没有想办 自己要干嘛 所以你们觉得 这第三家店 比第一家店更加 更像设计的 这个餐厅不会是艾拉做的吧 这个艾拉 给我们设计的一个餐厅 您好 您的 你猜猜猜猜猜 这么多小菜 做得这么不错 好看 儿童套餐到了 谢谢你 杜老师 谢谢 你们俩都是一样的应该 谢谢 杜老师 您的万万快快来咯 哎哎哎哎 来来来来 我 欧语有都是我爱吃的 杨州炒饭 杨州炒饭终于能吃到的 这些套餐的核心 是围绕着杨州炒饭来展开的 杨州炒饭 与其他的蛋炒饭 烩饭不一样 杨州炒饭 具有极其鲜明的杨州特点 因为炒制过程中 有高汤的介入 每一粒米都吸满了喷香的汁水 加上丰富的配料 使得时刻咀嚼起来筋道爆浆 在口腔中留下鲜美的味道 一碗杨州炒饭再配上 诸如荷叶粉蒸肉 熏鱼焦白等主配菜 暗暗给一人时的餐桌 藏下了许多适合独处的乐趣 终于吃到羊肉炒饭了 羊肉炒饭还是可以吧 真的是好吃 我一般都不吃虾 但是在这羊肉炒饭里 就是糊涂糊涂一堆 感觉又丰富 又什么都能吃到 而且不用配菜的情况下 就可以整个吃完 吃掉整碗特别好 而且还吃得脆 来 分你尝尝 粉蒸肉 粉蒸肉 粉蒸肉是真不错 真的 你看 荷叶粉蒸牛肉这个菜 是个创新菜 在过往 他们吃的荷叶粉蒸肉 都是猪肉 因此 这道菜在食材上是创新的 将葱 姜 蒜 干辣椒等佐料 下锅爆香 放入备好的牛肉翻炒 加入清水进行炖煮 大火收汁 裹上炒熟的香米粉 放入荷叶中进行蒸制 使荷叶的清香进入牛肉之中 使其口感丰富 从而带给人们美好的享受 好吃 对吗 粉蒸肉 好吃 不是孤独吃饭吗 你怎么吃到后桌去了 我妈带着我来的 手里面放入荷叶 你们看我这个焦白 这种焦白酱吃 我这焦白酱好吃 吃 蘸的辣椒油 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个核糖三宝 吃起来清脆的 特别 好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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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吃过的东西 朋友们 这个鱼头做的蛮好 真不错 这菜做得真好 它是酸酸甜甜 很爽口很开胃的 蛮像长沙那个剁脚 剁脚鱼头 我突然间想到 咱就现在把它当成是一人食的店 网上其实会有一个孤独调查表 你们有看过那个吗 就是自个儿一个人去 对 看电影 一个人去医院 然后说是实际孤独 好像是一个人去医院做手术 对 那你们做过最孤独的事 你们觉得什么 就这上面没有的 我觉得特别大的孤独是在于 你特别想跟别人说一句话 好多人在在你身边 然后没有一个人懂你要说什么 对 就是那个特孤独 虽然人很多 对 我应该说就是那种群体中的孤独 最孤独 对 对 对 我其实还好 因为我特别喜欢一个人待着 我从小到大就喜欢有自己的世界和空间 而且需要非常大 所以基本上没有孤独的时候吗 你如果第二天起来 你真的不知道干什么 那个时候是很孤独的 就是没有目标 或者是说你害怕你的生命没有一个奋斗的方向 因为目标别人不可能给你 你自己如果也想不到 然后呢 不想跟别人去分享这个事情 你真的不知道要干什么呢 迷茫期 有一种很虚度光阴 然后又无能为力的感觉 然后只能自己在家里躺着 那个就是很孤独的事 其实孤独感并不见得我要找到多少朋友 多少人可以说话 这只是一个表象 我觉得还是你内心是否是饱满的 对 内心世界出流 那是人流的 就好多人今天早上吃饭 那就是为了让自个儿显得不去想自己是孤独的 如果你们今天就是不想一个人吃饭 然后就一定要找个饭搭子 你们第一选择会是谁 一定要跟别人说吃饭 在你们的生命里 如果我有男朋友 我会吃男朋友 男朋友 对啊 如果有对象的话 当然是跟先生对象吃饭 肯定是 那不一定 有时候有时候吵架了呢 你先想吵架干嘛 你老想那个 就是 就是我的各位 我想想谁愿意掏钱啊 然后 然后儿子还得能够吃一块的 我跟我爸爸 我前一阵 因为我妈出去玩的 然后我太太也出去玩 没人了 我就被迫只能跟我爸在一块吃饭的时候 我就感觉那几天 还挺好的 特别好 我爸是属于那种 一碰真情啊 马上忽悠过去 家里不能有任何就是说 定止煽情 对 其实任何煽情 或者说我要回答我的感情 就没有 那你可以跟他说 爸爸我想你了 可以吗 我爸说 去去去去 吃饭 他就是那种 走走走 吃饭 我爸从来不可能说他错了吧 但是他想让我 我跟他聊聊交进的时候 唯一说的一句话 他承认他错了 就是吃饭了 他就敲你门 说吃饭了 对 他只要主动过来跟你说 但是不是说叫你吃饭 是跟你轻轻地说 说吃饭了 就这句话已经是他错了 或者他认为他要服软了 父母都是这样 就是这种感觉你能明白 所以我就说 如果一定要找一饭搭子 我就觉得 现在跟我爸失败 他好像真的能跟你 现在岁月无情也有情 就是他终于能够 释然那些隔阂 能跟你说点什么 这很难得 因为父子的关系 有时候很微妙的 对 男生和男生 不像男生和女生 对 我跟我妈什么都能说 我妈什么都能说 所以你们看到现在的话 觉得这家店怎么样 是咖啡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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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家店 他们想要 温香养 因为如果 一般来讲 卖茶就是卖茶的 对 然后还有咖啡 茶 红酒 餐厅 对 而且那么多花样 一人死 有太多概念了 感觉这个地方就是这种装饰 非常有湖南卫视观察室 一些的特色 门口那个灯也是 感觉像一个供应商来的 对 他这个设计就没想好 对 如果是给一个人的饭餐厅 他一定会挂一些 比较扎心的画 对 比如说什么一个人的寂寞也挺好 什么类似这样的 对 他就会有让你有这个来点 我愿意面对我自己 他这个里面这个装修 如果在这里吃饭待不了半个小时 你吃完你就想离开了 那他这个就是一个翻台的一个地方 所以大张伟你也觉得是这儿 我当然觉得是这儿 现在任何人都觉得是这儿 肯定 龚老师你觉得是哪里 我觉得是这儿 你也觉得是这里 对 这里的菜吧 是有特色 可是我除了吃那焦白素的这样弄 其他的菜都有点感觉 所以如果它盈利主要是靠酒水 我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盈利是靠吃饭的话有点 这个地儿到底卖什么 而且他刚刚有说了一句话 你们听到了吗 我们点菜 他说你们就按自己喜欢点 我想做做试验 看看哪个点得多 我就是想看看 这四款里面哪一款是 简单绿会重叠 然后我们就以后可以给到客人 就他也在试验阶段 所以吴欣你觉得 还是有真的可能性 有可能性 就是只是说 他是不是在最开始的时候 没太想明白 我觉得 没太完善 要不然就是咱们的思维窄了 对 咱们老觉得做一件事 一定要奔着成功去 人家不是为了成功 人家就对这个事感兴趣呢 人家就想看每一个人出来吃饭 然后你们遇到了彼此会怎么样 对 那你到底觉得这是真的 还是有设计的 就是故意设计的 对 故意设计对 所以你觉得这家店是设计的 这次投票就投这个 你的意思是吗 如果是你 如果是你 你是这意思 是你 你从哪个 我其实也觉得这里嫌疑最大 但是你是卧底 你就没有办法 不不不不 但我又觉得 这是不是一个节目组 给卧底的上演法 因为其实到这个阶段的话 应该有不同的意见 但今天空前的统一 就证明了这个卧底 就这个地儿太不靠谱了 这个卧底在搞一些事情 I smell the smell of 卧底 here 我相信之风 太想把卧底的设计了 羊州的三家店铺 大家已经探索完毕了 那即将进入到 我们今天的最终投票环节 好 投票吧 一起去投票吧 今天我们是团队站 要五个人统一一起去投票 我投第二架 二 吴老师是卧底 他莫名其妙这时候站出来 他慌了 那个特别攻击我的人 就有可能也是一个卧底 我数到321 卧底向前一步走 321 中国华来市 中国有滋味 下节更精彩 中国华来市 中国有滋味 现在继续 这里是中国华来市冠名播出的 中国有滋味 全鸡配汉堡 华来市吃好 中国有滋味 由老乡鸡赞助播出 养足180天现熬土鸡汤 好 各位时刻 扬州的三家店铺至此 已经全部探索完毕 现在我们来到了扬州的寿西湖 眼前的西春台 为二十四桥景区的主体建筑 取老子 众人息息 如春灯台之意 历史上 这里是二十四景之一的春台明月 是十分典型的皇家风范 漂亮 真的很漂亮 好 现在你们要从三家店铺中 找出唯一一家节目组设计的餐厅 现在你们需要做出统一的一个答案 要五个人统一一起去投票 因为今天我们是团队站 有点难 太难了 这三家怎么选择 对 三刀就是他莫名其妙代理刀这个事吧 对 就非常的幽默 你说你好好卖个面 咱就信了 对不对 你卖面怎么会卖刀呢 对 你没事你代理个刀干嘛 就是 刀切这个面是对的 但是他告诉你 后边他还代理这个 他用代理这个词 对 就是非常的社会且忽悠 就是那种感觉 就一看这个台词是他自己夹上去的 对 但是这也没有关系 因为他是一个厨师 他可能说的不那么恰当 而且他只做早餐 他就随便在那放一点刀 来卖也不是不可以 我确实不觉得早上去吃碗面 会拎回一把刀 对 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对 你说的非常对 我觉得这两个消费体系是相冲突的 对 第二个疑点就是那个面的那个亚瑟说的吧 对 一般都是这么调料的 一碗一碗的一个一个调料 然后他是拿着调料盘一个一个 对 对 人家是专业的厨师 应该不会做面出错吧 所以他有可能是更大那种店的那个主厨 对 主厨 而不是开这家店 你觉得他不会是这种小店的主厨 他也许是厨师 国居老 但是我觉得他很老实 值得相信 第三个 我感觉到全部都很奇怪 对 都特别怪 不对 通常有一个或两个奇怪 但是第三个 都很奇怪 它也是对 饭也不行 吃的饭 他也不跟你讲是啥 对 但确实他有讲一句话 他说你们点我要看一下哪个是最受欢迎的 这个作为一个真正的店主来说 他是会思考的 但是有可能他第三个只是他没有经验 我们节目组特地找到这么一个没有经验的店 这个人去干这件事 所以就故意迷惑我们 说明定第三家是真的是是的 就是让你看起来不怎么样 所以这样我们容易选 也有可能 因为太直给了 所以第三家我们越觉得疑惑多 他没准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就是不在乎这些 那你们觉得第一家和第三家哪家更像是节目组设计的 我们就跳过第二家了吗 跳过第二家了 第二家就是出处都想真的 第二家他的服务和他的理念是跟这个环境是匹配的 对 他们的概念是一致的 第二家太完美了 第二家太完美了 但是太完美其实是很可疑的 因为节目组经常给我们设计完美 我已经无数次被骗了 上一次就是高假新演员把我们给迷惑了 我投第二家 二 什么 带着个性坚持 什么 什么 老公 二 老公 我要跟你们都不一样 我不知道老公你这种玩法是卧底 还是说你真的混乱 他就是想不一样就是个性 因为二太像了 我觉得太像的一般都不是 龚老师你去旁边两块一会 你快去 你到旁边两块一会 没有投票权 他投什么二 你们家老罗 知道你现在说胡话了吗还是 这种厉害 我跟你说龚老师是卧底 他就是把选择权交到我们手里了 对对对对 龚是我 你看他们都把我排出去了 不跟我商量 他莫名其妙这时候站出来 他慌了龚老师已经慌了 他莫名其妙想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招 不是 大张伟是卧底 绝对的 他就是慌了突然间想出了莫名其妙的招 对对对 就完全没有必要的这种伎俩 就自个儿那就是 他又怕他赢得太容易 对 如果你们认为我是卧底 那个特别攻击我的人 就有可能 也是一个卧底的可能 我如果是卧底 我把你多的吃了 你以前会这么说吗 我确实吃过很多多的了 对 你不经常这样说吗 我又不是没听过 对对你听过我 经常发各种毒是 对来这招没用 对 如果我选择一招 我会选择一招 如果我选择三招 我会选择三招 但没有二招 没有二招 没关系 我尊重你们的选择 我表态 我最后一次表态 反正我投一 看你们 第一 第一 我就申无心的想法了 三 一 三 为什么你选择 你又三了 你又三了 雅瑟 为什么你选择 因为雅瑟是我底 她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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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选一个 我们要统一 我们要统一 我需要 二 第二 你还不能去选择 一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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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现在我们三 好 我也三 三 又三 我们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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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必须选择 我们三个是蜜蝶香 都选择 我们要一起 我们三个选择 我们要选择 我们要选择 这时候跟蜜蝶香有什么关系 蜜蝶香是前几个人的事 我们是一个组合 现在是选餐厅 对 餐厅跟蜜蝶香它没有关联 因为我们有爱 有信任 我们就有 所以 三 你们跟沃迪在一块 三人 好 三人 三 就选一 你们就选一 我们就选三也不行 必须统一 好 一起去投票 绝对跑了 最爱才没请答应 等会 少女们三思 我来保护这些 按钮的 来 我再说最后一句 我再争取一下 但是你设想一下 如果你作为一个游戏者 你进去之后 你发现这不对 难道别人不知道吗 我们就是觉得三 有太多的一进去就是 everything where everything where I understand this is too obviously yes 我觉得还是三 OK 投 我先投 一等会儿 那个 我们要一起 我们这样子吧 选择第一家店铺的举手 选择第二家店铺的举手 选择第三家店铺的举手 来吧相信一回 相信一回 相信一回 全三的三思 没事就听他们的吧 听他们的吧 好吧 来吧 1 1 2 3 我的力量太小了 我的力量太小了 已经按了 他们按了 1 3 3 全机配汉堡 华莱士吃好 由中国华莱士独家冠名播出的 中国有自味 本站三家店铺 究竟哪一家店铺 是节目组设计的呢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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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是1 2 果然是2 对不对 什么呀 没听懂 没看明白 1是设计的 公民大师卧底 龚老师是卧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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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老师現在的笑有点诡异 其妙 你赢了 恭喜你 龚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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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改造短片 是卖菜刀的对不对 对 它是卖菜刀的 他是卖菜刀的 还真是 你看你看到的都是对的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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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不错 哇 真棒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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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科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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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教科认大师 你走 因为他是专业厨师 所以他可以做得很专业 各位时刻 我们老陈阳命款是节目组 设计的店 你们猜对了吗 所以代理是真实的 这件事情是真的 我不是代理 因为这个刀是我看的厂 他们厂厂 是你的产品 你的老师真的叫王伟吗 不 不是 王伟没有这个人 王伟都是假的 我以为只有王伟这鸡 只有王伟是真的 演得不错 大家好 我叫吴斌 虽然老人像面款 是节目组设计的 但杨圈面的技术 是真实的 对 是好的 对 虽然不是这个面的老板 但是我是杨浙寺 十边雕刻飞翅群的人 真棒 我们也住第二家店 这个生意新楼 对对对 确实是很厉害 然后也很精致 然后还有 第三家 我想问一下 你有了解过 其实孤独餐厅 它会有一个很重要的选择 就是我去了之后 我可以选择 跟大家隔开 或者是我跟大家交流 这就是我们 确实也是刚开业 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 然后我们也希望 通过这次的节目互动 和老师的指导 然后我们再跟进一下自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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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好 杨州人对杨春面 都有一些特殊的感情 杨春面其实最早是一种 物质贫乏时期 杨州人的乐观精神 杨春面就是没有焦头的光头面 撒点葱花 像杨春三月 刚露出绿芽的树枝 虽然杨春面始于贫乏时期 随着现在人民物质生活变好了 杨州人依然很爱吃杨春面 这也正是杨州人的嫌疑 正如他们把晚饭花又叫夜来香 省钱汤又叫神仙汤 花是穷花 西湖是寿西湖 山是平山 杨州人有一种乐观主义精神 很会自我调侃 通过杨春面 节目组让更多人知道了 杨州人的这种乐观 以及特别的杨州味道 到底谁是卧底 工临大绝对是卧底 工先生是卧底 工少女是卧底 卧底 刚才莫蒙奇兵 昨天选二那一段 已经非常疯狂了 选二太许可 这变得了 对 很厉害 你觉得是谁 我觉得是谁 我觉得可能是亚瑟 孟老师 来吧 投票 他刚才不敢说你们 说我 就愣说 不可能是我 我就除了最后冲动了 公吧 就是公了 来 绝对是公老师的举手 公 你干嘛 你干嘛 一过家 不活了 好 我数到三二一 卧底向前一步走 谁 三 二 一 中国华来市 中国有滋味 下节更精彩 中国华来市 中国有滋味 现在继续 好 我们一起来宣布 今天的卧底时刻是谁呢 我数三二一 卧底向前一步走 谁啊 三 二 一 二 没有啊 胡老师 胡老师还在晕亮情绪 好 好 好 我就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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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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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他的帮胸 是不是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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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厉害 他跟着突然选三的时候 对不起 如果大家选择一 我会选择一 如果大家选择三 如果大家选择三 我会选择三 但是没有二 OK 老师 没有二 通常有一个 二 二 但是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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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三 而且最后是他按的 三 我再说最后一句 我再争取一下 他只是一个 他只是一个 选择桌子 另一个桌子 都可以 我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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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一 二 三 我的力量太小了 你先按了 完了 这一看 就是道具之锦 就输掉了 可能是这个 他们来设计 之前来的 因为他们来的 因为他们来的 我认为 我认为 计划是太清洗 如果我看来 它是清洗 我认为 现在 他们知道 我认为 我认为 食物是好 我感觉 我感觉 老板 他喜欢煮 为什么 我感觉 这个是咖啡店 他的概念 说是一人食 一人食的装修 他有讲究的 一人食的装修 他有讲究的 我相信 支付 我们输在了语言问题 这个没有办法 他假装听不懂 他都会 他老北京人 他就是 北京四季口那边的 我喜欢吃北京烤 那你选二是为什么 你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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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真的 因为我觉得 你们都选一和三 为什么没有人选二 二是真的要选 我不相信 包仔饭 但我觉得是 第二家 是太好的故事了 上次他们就是用故事 把我们偷住了 这次我不相信故事了 我的手上要偷 灰灵膏 龙灶是错的 无心 无心 对不起 我怀疑你了 没事 郭老师 但我 恭喜支付 今天卧底获胜 获得四枚中国有自卫勋章 厉害 厉害 一 二 八 太强了 一样拿不动 可能会这么成熟 是不是这期节目得得最多的 他跟我说你们两个是卧底 我就相信了他 他跟我说你是卧底 真的吗 对 对 他跟我讲的你是 我 你 你这个节目为什么找一个 他跟我说你是 然后我就跟大老师说雅瑟是 然后大老师就说不对 是龚老师是 因为龚老师选了二 我的心 好吧 聪明 带着真的是不货 厉害 厉害 好 恭喜支付 恭喜 今天进第一家店铺的时候喝到的鸡汤 他来自于这位出道了四十年的养鸡厂厂厂 树丛轩 有请 您好 您好 大家好 我是老乡鸡的厂长 树丛轩 好 哎呦 经理事真好 我们公司小虎干就放一个大招 结果您得穿的是蓝衣服 蓝人就是蓝 蓝人就要穿蓝衣服 今天喝的鸡汤就是我的 我养了四十年的鸡 发现一百八十天的肥夕老母鸡 特别适合熬堂 老乡鸡一千多家店 一年要卖三千多万份 都坚持每天献的 这样才能原汁原味 嗯 俩太鲜了 中国有滋味 老乡喝鸡汤 今天鸡汤的味道很可以吗 很好 鲜美很自然味道 不错不错 下次如果去安徽 我带大家去尝尝那个茶 鸡汤鸡 那个味道才叫娃娃DS 娃娃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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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娃娃DS更苦 娃娃DS更苦 娃娃DS了 谢谢 谢谢 好 今天卧底获得了胜利 那我们有四位时刻 需要把你们今天使用的碗筷 清洗干净 可以 来 洗 洗 洗娃娃 洗碗多开心的事情 I go to sleep now 您辛苦了 您要不是您那么聪慧 我们也不能洗碗 洗碗多开心的事情 我们今天没有人投他 我就说过 我说过 你说他 我说了 但是没有人听我的 啥时候说他 每一次我都说 你为什么不联合我 我联合你了 你没有跟我讲 你联合我俩 说了 你来找我 我在这个节目里说话 没人听得见 没事 我很孤独 你少来了 你还听不见 我当初当初 我听不见 我 这里是中国华莱士冠名播出的 中国有滋味 全鸡配汉堡 华莱士吃好 中国华莱士 中国有滋味 夏节更精彩 中国华莱士 中国有滋味 现在继续 欢迎四个团来到我们湖南城城 可以 可以 一家夏天不用开空调的餐厅 好吃 一家游客比食客多的餐厅 这个鸡好好吃 一家三分钟做完一桌菜的餐厅 好吃 这些地方都是四项不像 我觉得这个洞 节目组很难能设计得出来 洞里的餐厅可以设计 朱老师 你今天真的是怀疑一切 我觉得餐厅没有赢可以 他一定是卧底 他心里有事 今天的卧底是 我只想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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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